各位朋友大家好 6月15号是习近平的生日 在习近平的生日这一天 普京打电话给习近平 显然就是向习近平贺寿祝贺生日 过去普京对习近平的生日 那都有热情的祝贺的 比如说2019年6月15号 习近平生日这一天的当天 习近平正在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访问 俄罗斯总统普京特地就从俄罗斯 专程赶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上别 专门给习近平来祝寿 普京从俄罗斯不远千里赶来 给习近平专程祝寿 不仅是感动了习近平 也感动了北京官媒 他们声称普京对习近平是超级用心 普京给习近平送的生日蛋糕 还用汉字写了六六大顺四个字 祝贺习近平66岁的生日 更是把习近平乐得是合不拢嘴 但是习近平接受普京如此殷勤的生日祝贺 这也不是免费的 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就是普京要把习近平绑上他的战车 要拉习近平跟整个西方阵营为敌 在昨天习近平和普京通电话之后 北京新华社和俄罗斯的总统府 都发表了双方通话内容的新闻稿 外媒注意到北京发表的新闻稿 和俄罗斯方面发表的新闻稿 它的内容是相当差别大 北京方面只是简短说了几句官话 而俄罗斯方面只有更详实的内容 也就是说双方的新闻稿的差距是很大的 一般来说两个国家关系好 两国发表的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新闻稿 会基本上一致 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但是如果两个国家的关系不好 两个国家发表的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新闻稿 就会相差很大 叫做各说各的 比如说以前的中美关系比较好的时候 北京新华社和美国白宫发表的 两国领导人的通话新闻稿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可是现在的中美高层会晤 中美双方发表的新闻稿 那就是大相敬庭 内容相差非常大 各说各的话 那么在过去中俄关系好的时候 双方发表的两国领导人新闻稿 也是基本上一样 可是这一次中俄双方发表的 两国领导人的通话新闻稿 内容就相差很大了 这就说明了两国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 出现了很大的嫌隙 北京方面的新闻稿不仅是简短 而且内容很空洞 多半都是一些空话 套话 正确的废话 俄罗斯方面的新闻稿 内容就要详实很多 这里我们就对比一下 中俄双方发表的习近平和普京的新闻稿 先看双方对中俄关系的表述 关于中俄关系 美金新华社的新闻稿这样说 习近平指出 中方愿同俄方推动双边务实合作 行稳致远 中方愿同俄方继续在涉及主权 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密切两国战略协作 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沟通协调 促进新性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那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新闻局的新闻稿是这样说的 两国元首表示 俄中关系处于史无前例的高水平 并在不断完善 在西方制裁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商定扩大能源、金融和工业合作 双方仔细研究了双边经贸合作的现状和前景 考虑到西方非法制裁政策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 双方商定扩大能源、金融、工业运输等领域的合作 双方还谈到进一步发展军事和军事技术联系的问题 首先要注意到新华社的新闻稿对中俄关系的描述 就悄悄的拿掉了一句最关键的话 这就是中俄关系处于史无前例的高水平 而俄罗斯的新闻稿就再次强调说中俄关系是处于史无前例的高水平 因为在过去北京提到中俄关系的时候 它也是这么说的嘛 它也是说中俄关系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比如说去年6月新华社发表文章 题目就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这就是北京过去对中俄关系的一贯的描述说法 今年2月普京来北京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和习近平签订了中俄联合声明 当时呢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俄关系尚不封顶 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不断攀登新高 就在两个月前的今年4月份 北京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俄罗斯发表视频讲话说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导下 中国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背靠背展开实际战略协作 手完手发展全方位务实合作 肩并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俄合作发展没有止境 所以过去呢 北京对这个中国关系的描述 都是叫做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可是这一次习近平和普京通话的新华社的新闻稿 就悄悄地拿掉了这一句关键的话 他就没有说中国关系处于史无前例的高水平 这就表示呢 北京想和俄罗斯疏远关系 但是呢 俄罗斯要揪住北京不放 要继续强调 俄中关系是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高水平 我们还要继续进一步更加友好 第二点呢 就是俄罗斯的新闻稿啊 就说到了普京总统和中国主席习近平 要商定要扩大能源金融工业合作 以此来应对西方国家的所谓非法经济制裁 但是呢 北京的新闻稿中完全没有提到说是 中国双方商定要扩大能源金融工业合作这些事情 显然这也是北京想和俄罗斯要疏远关系 就是不想和俄罗斯继续扩大合作了 但是呢 俄罗斯要揪住北京不放 要求北京还是要继续扩大合作 第三点 在俄罗斯的新闻稿说呢 说是俄中双方还谈到了要进一步发展军事和军事技术联系的问题 这一点呢 在北京的新闻稿是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军事问题了 因为现在北京特别怕和俄罗斯沾上这个军事的边嘛 但是俄罗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非要说普京和习近平谈了军事合作问题 这就让北京非常的尴尬 这也表现出呢 北京想和俄罗斯要疏远关系了 但是俄罗斯还是揪住北京不放 就是不让北京能够溜走 我们再看中国双方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这个表述 俄罗斯方面的新闻稿呢 他就说习近平在电话中指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有合法性的行动 这可是习近平对乌克兰战争第一次明确表态 是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嘛 说他们是合法的 但是北京的新闻稿完全没有这样的说法 这里呢 就对比一下中俄双方的新闻稿 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描述 新华社的新闻稿说 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取直出发 独立自主做出判断 积极促进世界和平 促进全球经济秩序稳定 各方应该以负责任方式推动乌克兰危机得到妥善解决 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应有作用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新闻局的新闻稿则有不同的说法 他这样说 弗拉基米尔普京阐述了对乌克兰局势和特别军事行动所负担任务的总体评价 中国国家主席指出了 俄方为在外部势力制造的安全挑战面前 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所采取行动的合法性 在讨论世界局势时强调 俄罗斯和中国像之前一样持有统一或非常接近的立场 一贯坚持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致力于真正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公正的国际关系体系 那根据新华社的新闻稿 习近平对乌克兰问题的表态还是过去那些老话 就是说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折出发 独自做出判断 根据俄罗斯的新闻稿 习近平并不是重复这句老话 而是有了新的表态 就是习近平第一次明确表态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是有合法性的 这就是完全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了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说过这些话呢 我们是无从而知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并没有说这样的话 但是俄罗斯方面编造说习近平对普京是这样说了 因为俄罗斯也料到习近平也不可能出面辟谣 那就只好哑巴吃黄脸有苦说不出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习近平在普京的引导下还真是说出这样的话 大家都知道习近平讲话都要有个小本本嘛 那么这一次普京突然给习近平打电话祝贺生日 习近平也没有预备好小本本没带 结果在普京的诱导之下脱口说出了这句话 不过即使习近平是说了这样的话 也不应该认为他真心是这么想的 他只是一时的食言而已 那么俄罗斯的新闻稿就大张旗鼓宣传 说习近平说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具有合理性的 这就让习近平又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俄罗斯的新闻稿还说呢 俄罗斯和中国像之前一样 是有统一或非常接近的立场 这就是暗示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 和俄罗斯有统一的立场 至少是一个非常接近的立场 但北京的新闻稿其实也没有说 北京和俄罗斯有统一或非常接近的立场 这也表明了北京是想和俄罗斯疏远关系 但是呢俄罗斯要揪住北京不放 要把北京要继续拉下水 习近平和普京的通话就引放了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担忧 美国国务院警告呢 北京不要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就是在习近平和普京通话的几个小时之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又发表声明说 中国声称自己中立 但中国的行为已清楚表明 中国仍在投资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呢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个月后 中国仍然站在俄罗斯一边 在全世界呼应俄罗斯的宣传 否认俄罗斯在乌克兰展开的暴行 在国际组织中选择保护俄罗斯 这些关键议题上 中国已经做出了选择 华盛顿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活动 也就是说呢 普京给习近平打电话 就是让西方国家误以为呢 北京要和俄罗斯进一步 又要加强合作了 又要更加密切关系了 这就等于是啊 习近平就掉进了普京给他挖的陷阱 其实北京并没有这么想 但是普京这么一个举动 俄罗斯方面发的新闻稿 就让人们感到有这样的感觉 总而言之呢 这一次习近平和普京通话之后 中俄双方发表的通话内容新闻稿 相差很大 这就应该看成了 是中俄关系已经是相当不好 双方有相当大的嫌隙 虽然说俄罗斯的新闻稿里面 强调了很多俄中友好的内容 但北京的新闻稿里面 并没有这些内容 这也就是说明呢 北京现在啊 其实他们是想和俄罗斯疏远关系 不想和俄罗斯走得太近 但是相反俄罗斯揪住北京不放 要把北京也一起拉下水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